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我们前日出一条片,就讲美国几个州市的改选 其中原本由民主党全面控制的维珍尼亚州 今次选举就出人意表地,由共和党全面反胜 虽然州长的席位、共和党的素人杨金只是险胜 但副州长、州检察长都是共和党人胜出 而州的众议院共和党也翻转了五席 这样做不算是大胜,是什么呢? 而过去十二年,维珍尼亚州基本上都是民主党控制 事前也认为民主党的代表密考尼夫是赢硬的 但结果就偏偏出现现在的局面 我有些支持民主党的美国朋友说 一般来说,如果总统选举是民主党胜出的话 去到中期的选举,多数共和党会有比较好些的成绩 选民是选择平衡而已,没什么特别的 我就觉得他们显然没有想到 今次维珍尼亚州是整个州的控制权都翻转了 他们还用旧一套的平衡论去分析 实在是过时和都不肯面对现实 好了,民主党的支持者就这么想 美国主流传媒又怎么想呢? 美国主流传媒就清醒很多了 他们反而很积极去找民主党这次几个州 选举成绩不合格的原因在哪里 今天11月6日NBC就有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研究一下 这篇文章是由一个评论员叫做Alan Smith写的 他的分析就是,共和党的杨金是政治素人 本来他要赢民主党的资深政客密考利夫 真是很难很难的 密考利夫一直都有很多铁票 但是杨金今次赢就赢了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就是教育 所以来近2022年中期选举 共和党将会全力打教育这个议题 在讲美国教育的问题之前提提大家 请大家记得支持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点击订阅旁边的钟仔 另外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让我们有些资源继续发展 言归正传 我前日出的影片讲过 杨金要胜选 他必须得到中间选民的支持 而杨金竞选的团队 就是掌握到教育问题 是中间选民一般家长 最关心的问题 这一点相信大家很容易明白 香港那些蓝丝 银食就强国万岁万万岁 强国伟大 但是一讲到子女教育 就立即考虑移民 第一时间安排老婆、子女 先去英国、加拿大接受教育 然后自己就继续歌颂伟大的强国 杨金在这次选举的过程里面 是不断批评维珍尼亚州的教育政策 他特别批评州政府用不同的手法 半强制那些学校 有些学校教CRT CRT就是批判性种族理论 什么叫做CRT批判性种族理论呢? 简单说 他就是说一个人 你现在遇到很多生活上的艰难 很多社会不公平 绝大部分就是因为种族不平等 因为白人至上 所以就要令到美国变好的话 就要批判这些种族问题 CRT基本上是一种极左的思想 夸张一点说 他们就认为打倒白人至上 这个局面 美国就会进步 就会公平 而这些想法 其实是暗示一种 白人有原罪的论调 即是说你今天这么惨 完全因为有另一帮人剥削你 这些是非常之左 非常之左交的仇恨教育 而美国民主党里面 特别是那些所谓进步派 就是要强迫学校教学生这一套理论 如果你问我这一套CRT的理论 妥不妥呢? 当然是妥妥 如果你说现在我这么穷 和你哥这么穷 是因为诚哥赚了钱 所以打沉诚哥 我就什么都碰了 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打沉诚哥肯定那时候 我仍然是很穷的 不过打沉诚哥的过程里面 那些官员那些政客 他们就先发达 发达了先 在美国推CRT 最大的得益者是什么? 是民主党里面那些进步派的政客 说回今次选举 杨金其实用了很多时间 去打教育这张牌 结果他就成功地 令他的对手密考尼夫 说了一句说话 这句说话就是说 家长没有权决定学校应该教什么内容 而密考尼夫这句说话 就即时勒兴了中间的选民那些家长 结果密考尼夫因此而赏微落败 杨金胜选后 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派领袖 密卡锡就即时承诺 说会尽快展开父母权利法案 要求要将教育的决定权交给家长 他还说共和党将会成为教育党 The party of education 那很显然 共和党已经找到2022年中期选举的主力武器 就是教育这张牌 共和党其他议员亦纷纷表示 共和党将会在教育议题上取得胜利 除了教不教CRT之外 其他好像学校要不要强制戴口罩 以及应不应该继续停课 很多家长都很关心这件事 现在民主党对戴口罩和关闭学校 还是执得很紧的 其实也是 说下去 民主党经常说 个人自由个人自由 个人有自由决定 堕胎不堕胎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那些人没权决定 上不上学 或者戴不戴口罩呢 为什么有权决定堕不堕胎 而没权决定戴不戴口罩呢 共和党各个州的政客 也开始有共同的口径 他们就说 家长的担忧 是共和党的第一政策重点 试图将这个议题不断扩大 和联系中间偏右的选民 在俄亥俄州 共和党也开始卖广告 呼吁说要为俄亥俄州的小孩提供一个 没有小孩的优质教育 很明显也是打这张教育牌 甚至有人已经设计了口号 准备2022年11月的中期选举作为选举议题 口号就是夺回课室 夺回国家 Taking back our classrooms Taking back our country 杨金胜传之后 他又公开演说 他又说要超越分歧 确保我们的学校 是安全却越 和实现梦想的地方 这些典型是政客的措辞 所以大家就别说杨金是政治素人 这些东西他一学就学会 很快上手 好了 那我们又看看民意 NBC最新的调查 就认为民主党在教育政策上是好些的 百分比就多出10% 那你看到民主党都挺好啊 那不是啊 原来过去25年 平均有多出23%的选民 认为民主党教育政策好些的 现在跌到他剩下10% 即是民主党教育政策的受认可程度跌了13% 现在美国各州大约有20多项法案要求限制CRT 而共和党正是不断动员很多个人团体去参与这次拯救教育行动 那可能又是那句了 政治一天都严长 怎知道明年会怎样呢 明年发生什么事 谁知道呢 但是这样啊 大家又不妨看真一些微细的 一些基础的变化 例如维珍尼亚州共和党已经在州的众议院夺回51席 民主党的议长穆格纳他也承认说现在共和党已经在那州的众议院占多数了 而同一时间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提斯他就宣布 他说佛罗里达州注册的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为多的 具体多多少呢 要12月才可以正式公布 不过这样啊 2008年的时候佛罗里达州呢 民主党人是比共和党人多70万的 民主党人多过共和党人70万 去到2021年9月只是多出24000而已 而去到12月共和党人就将会多过民主党人了 大家就别忘记 这些注册入党的人几乎肯定是忠实的支持者 投票的时候必然是铁票来的 这些转变可以是基础上的变化不可以看少的 选举不只是看那些戏剧性的变化的 各个党派的候选人的基本盘都是很重要的 之前特朗普那四年其实真的没什么时间 也都没什么心机或者资源去做这方面的政治基建的 现在反而他就可以打稳这个基础了 现在面对世界这么凶险的变局 美国真的不可以让那些极左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 否则全球的安全稳定就会很危险的了 真的会随时爆大祸的 所以希望共和党他们继续努力了 来到这里都是那句了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和理看天下 我们有patreon的patreon的link在这条片的下面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拜拜